那是哪裡認識的啊 就我一個朋友 他跟我說 他也認識一個女孩子不錯 跟我個性上什麼都滿匹配的 說要不要認識一下 我說是誰啊 說 他結拜兄弟的女兒 我朋友是他乾爸 對啊 我想說 這個他們家子是跟你有仇是不是 你要把你乾女兒推入火坑 對啊 我說OK啊 對我來講當然OK啊對不對 那他那邊我不知道 不曉得他們 他是怎麼說服他的 但你們那時候怎麼見面 之前會常去大陸拍戲 然後就為了他要見面 那一次我就特地飛到北京去 對 可是他在重慶念書 念大學 他就從重慶飛到北京 所以你們在第三地 這個相親耶 對 哪裡瞎啊 超瞎的 為什麼 我不知道之前是打電話給我爸爸 然後 跟我說 那個想幫女兒介紹個男朋友 我爸當然說 那好啊好啊 結果我隨口一問 叫什麼名字啊 多大年紀啊 然後他那朋友 那個沈士朋啦 然後那個 38歲 然後我爸一聽38歲 我說 你怎麼不找個48的 因為那時候我才大二 我記得那時候 士朋跟我說 你跟藏人的年紀沒有差多少 差89歲吧 你一定要提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士朋哥的外表看不出來 真的 可是那時候我都沒有見過他啊 都不認識這號人 所以就想說 那你還是會從重慶去北京 代表你自己也是接受啊 因為他 我爸的兄弟一直摸我爸 我不知道他欠了士朋哥什麼東西 就一直摸我爸 就拜託我爸 讓女兒見一見 然後我爸就覺得 好兄弟 面子總要給一下嘛 然後就過來說服我 我一聽 我覺得也很瞎 我現在市場這麼好 我還至於去相信嗎 市場 對啊 重慶我 我那市場好的 不要不要的呢 你那時候有人追你嗎 有啊 烏鴉鴉一片的 烏鴉 就是都看不到是不是 講到烏鴉鴉 是不是還有一個黑人是不是 然後我爸就最後就拿 拿出了殺手鐧 就那給你打點零用錢 我說那好吧 馬上到 就馬上到 那你第一次 跟士朋哥見面的印象 對 第一眼印象就是 黑鴉鴉的影片 黑鴉鴉的影片 其中一員 我的市場也是黑白的 所以就有點 我半年是有色麻 然後笑起來就黑嘛 就牙齒很白 感覺就很陽光 就這樣 古田樂 對啊 你真會講話 會講話 開玩笑 我能站到這個位置 就是因為會講話 對啊 懂深層 那士朋哥你第一眼看到他 看到李鑫 第一眼看到他 完全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 真的、假的 所以他是完全你的菜 當然啊 因為之前只看到照片 所以一見到他 我也很尷尬 我也不曉得要說什麼 我只能傻笑哦 因為那時候還有流行 M.S.N 對不對 對 我看到他的照片 是從M.S.N上面那個大頭罩 小小一個 對 就一個小小一個大頭罩 我想 我就很怕 到時候機場出來 我是個恐龍 你知道嗎 對 對 就 結果走出來 有驚為天人嗎 對啊 驚為天人 然後我就 半天都說不出個話 因為他這只是 差...應該是每個男生的 仙女耶 又高的 又白 眼睛又大 就鋪白貌美 大長腿吧 沒錯 其實有些話要讓別人講 就好 你們一直不講啊 我們還沒講到 就被妳講掉了嘛 奇怪 我們在撲嘛 怎麼急性的呢 山東人就著急 知道嗎 急 對啊 你們繼續 所以兩位是差了十... 十六歲 那 那